我们现在开始,首先很感谢大家的参与 欢迎参与今天的CNCF的网络研讨会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原生应用中的网络流量管理 我是Donald Liu,我是来自CNCF的开发者部导者 今天就是今天的网络研讨会的主持 现在我们会很严厉的欢迎今天的讲解 就是获利盒,它是来自AWS的解决方案,结构师 那么在开始之前,我先介绍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在研讨会的中途参与者是没法会交谈的 那么屏幕底下有一个Q&A的问答框框 你可以随便在里面来提交那个问题 在演讲完成以后的我们会有一个问答的那个环节 这样那个时间就是用来回答大家提到的问题的 那么好,我们现在把时间都是交给Walkley 好,OK,我学一下我的桌面 OK,大家好,我是Walkley 我是来自于AWS的解决方案架构师 今天呢,我和大家去分享的一个主题 是云原生应用当中的网络流量管理 主要是分这么五个方面 第一个是大概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云原生 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管理这个网络应用当中的这个流量 应用程序当中是网络流量 那么这个网络流量呢,又分我们集群外 通常我们所说的这些南北的一些流量 还有集群内部的一些 特别是我们微服务化之后 那些内部的一些复杂的一些网络流量管理 然后呢,我后面有一个大概几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做一个demo 如何利用AWS下面的一些相关的微服务 以及网络相关的一些管理的一些工具 一些服务来做一个微服务的一个流量的一个管理 最后也就是我们这个问答环节 云原生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这个名字 其实他的主要的一个意图是说 云计算已经成为一个新常态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在我们如果利用过去的我们的这些应用程序 如何把它能够适用 能够利用云计算的一些相应的一些优势 能够把我们的应用程序能够更加安全 高效稳定的部署在云上面 那这些里面的云原生应用 以及相应的这个CNCF云原生基金会 那也有很多的一些总结 聚用了很多的一些开源社区的一些思想 那么总结出了一些云原生的一些指导的一些原则 那么在这些原则以及实现的技术方面 主要有容器啊服务网购微服务等等 这样一些以及DevOps啊CICD啊 等等一系列的一些指导的一些原则 那么在所有的这些原则当中呢 网络的一个流量管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网络本身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服务 那么在基础架构层面有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那么在基础架构之上又有应用程里面有复杂的一些网络管理 包括流量的一些分发线流熔断加密等等 都是从安全从从高口用 从我们的这个CICD提高效率方面来考虑的一些 做的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那么我们通常去讲前面讲到微服务容器等等 是实现云原生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技术 那其实在微服务本身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很好的一些便利性的同时 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复杂性以及一些挑战 这里面其实是Netflix之前老早就分享过的 在他的blog上面分享过的在Netflix去管理 如何去高效去管理他们这个遍布在全球的这些应用 遍布在全球的这些基础设施等等 这些的网络流量的一些管理 那左边这个是一个他们在全球的三个主要的国家区域 美东 美西以及欧洲 去做这个监控网络流量 从这个应用程序外层的接近客户的那端的 这个网络一些应用流量的一些管理 那右边这张图呢 就是他们在这个内部应用程序内部service之间的一些网络流量的一些管理一些监控 从这张两张图简要的来看呢 其实就是说明网络流量其实是一个管理起来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 那相应的为了因为本来我们讲云原生的一个书中就是利用云 服务所提供的一些便利性来降低我们这些运维上面一些繁琐的一些操作 那这个就也是一个 我接下来要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 如何利用云上面提供的一些服务来降低我们这个复杂性 其实跟网络相关像AWS上面提供跟网络相关的服务非常多 就像我们这张图上面看到的最左边的这个VBC内部的一些网络流量管理 这里面可能还只是列出来没有全部都列出来 只是列出来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底层的一些网络管理相关的应用程的网络管理 像我们稍后会讲到的App Mesh 那这些是在应用程里面的一些网络流量管理 那右边这些更多的是在一些技术设施方面的一些一个层次的一个网络的一个管理 包括VPN专线还有相应的这些CDN负载均衡等等 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网络方面提供的一些服务 那云上面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些网络相关的这些服务 那我们如何去利用好这些网络相关的一些服务呢 那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我们简要来说 后面的后续的过程当中 我也会沿着这条线一直给大家去大概去讲一下 我们从网络从最外层 从客户端C端开始到最底层的这个应用程序内部的这些网络流量管理 怎么去利用云上面的一些资源提供的一些服务 一些功能怎么去结合这些东西来降低我们管理的一些复杂性 提高安全性提高稳定性 我们从这张图上来看这是一种比较概要的一张图 从最左边开始我们的这个用户去访问我们的这个 我们提供的这个边缘站点开始 因为这个左边这个虚线框里面是提供了我们所说的 通常说的一些边缘相关的一些服务 从用户访问开始第一件事情那肯定是DNS解析 那DNS解析的我们这个ROAD53这个服务提供的一个 功能和流量管理提供的功能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些 一些功能和流量管理相关 比如说它能够基于地理位置 基于用户端的这个网络延迟 还有能够配置一些权重去给受不同的解析结果 让用户能够访问到不同的后端去 那有了这个DNS解析的完了之后呢 那接入的是一个Edge Location 就是我们边缘的一个位置 边缘位置提供的通常 我们有如果是基层的HTTP HTPS WebSocket等等这样一些的协议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CloudFront 也就是我们这个CDN服务提供一些网络的一些一个接入 那这个服务它是运行 它是接入点是在边缘站点 所以它是遍布在全球很多地方 在另外像Global Accelerator 它也是一个在运行在边缘站点的这么一个服务 它相应来说更多的和CloudFront不一样 它提供的协议更全 它能够支持四层七层 以及它是提供的一个接入方式 是一个Anycast IP 也就意味着在不同的用户 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接入点 与相同的IP地址来个接入 而且和流量相关的 它自身也是带有一些 比如说你后端可以多个节点 它可以做这个G1权状这个流量分发 这是边缘节点的相应的一些服务 这里面有很多是相对用户来说比较透明的 像CloudFront 它是透明的自动去分发 根据地的位置 去找到一个最优的一个路接入点 也有一些相应的 我们能够做流量相关的一些管理一些配置 像Global Celerator 它能够提供一些权重的后端的一些不同的后端的一些配置 流量的一个比例的一个配置 好 这是左边的我们这个边缘站点这里面的一些接入 那接下来就是边缘再回到要接入到我们这个 比如说AWS这些不同的一些region 这上面的我们美西的这边有亚洲的这些一些区域的一些接入 那中间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通过 通过AWS这边的话有backbone 自动会帮我们走这个backbone 而不是这个internet来接入 那这个过程是一个自动完成的过程 不需要我们去配置一个什么东西 那有了这一层接入之后 我们回到了接入到region内部来 那region内部呢 那第一层通常我们会在前面放一个负载均衡 这负载均衡的话会帮我们再把流量 去转发到后端去 或者是还有另外一种也是比较常见 或者我们可以在前面放一个API的网关 API Gateway 这个API Gateway和流量相关的也有很多一些功能 像它的有一些限流 有一些后端的一些健康检查等等 这样的一些和流量管理相关的一些功能 那负载均衡那肯定也必不合少的 有流量管理的一些功能 特别是我们最近发布的一些相关的 一些新的功能像我们这个ALB 也现在已经能够支持 配置后端不同的一些权重 分发不同的比例的流量的后端 然后还有一些最小连接数等等 一些不同的一些路由策略和流量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这是所有的我们通常说的 这个外部应用程序 外部相关的这些流量的一些管理 那么后面我们就会进到这个应用程序内部去 和这个应用程序通常会利用哪些的一些民服务 能够管理这些流量 其实在进到应用程序内部之前 我们可能还要看一下 在这个接入的这个边界这一块 就我们应用程序的外部 刚刚接入这一块 通常也有很多种选择 比如说我们用K8S的话 K8S大家知道有个ingress ingress简单来讲 是一个在处理外部流量 它把七层的这个网络请求 根据我们的一个配置 不同的URL的路径 把它给转发到后端的这个service里面去 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我就不去过多的去讲 我想提到一点就是说 其实在K8S的ingress里面 提供的这些选项 这些功能非常非常多 有很多开源的 有很多的这些 跟云上面服务相结合的 提升的比较好的一些实现 这里面我稍微挑选两个来看一下 那些更具体的一些情况 底下有一个链接 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对比的一个 各种功能的一个对比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时间有限 我就不去展开去说明了 想提到的一点 在众多的ingress当中 和云服务结合的特别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AWS这边提供的一个 开源的一个叫 ALB Ingress Controller 是什么意思的 大家应该知道 AWS的这个服务 ALB里面有几种类型 其中的一种就是我们这个 基层的负载均衡 ALB这样一个负载均衡 那ALB的话 它可以非常好的和 用这个组件之后 和我们K8S的ingress来结合起来 那本质上当 用户有请求来的时候 有里面有很多了 它会监控 在我们里面创建的这个 ingress这个资源对象 然后会自动去创建 以及配置 我们这个ALB这个服务 然后所有的流量 就从ALB这边进来 这边大家看到 这个这里面有其实有两块的内容 一块是一个黄色的 一块是绿色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的这个ALB应该是 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instance模式 这种模式的流量 请求流量完了之后 它会转发到后端的 这个service的node pod 关于service的提供的 这些功能稍后 也会提到一点 也会讲到一点 就是这个时候要求 我们在service里面的 这个类型service的 K8S service类型 是node pod 通过node pod的暴露 然后前端的前面的 这个负载群 和连接到这边去 这是这个黄色的这线里面 看到这个流量的一个流向 那另外一部分 就是这个绿色的 我们称为IP mode IP mode相对来说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模式 就是它在后端连接的时候 它是直接连到这个pod里面去 但是这样一个有一个条件 就是pod本身的IP地址 是能够被集群外面访问得到的 当然这个要结合我们稍微 后面会提到的这个C&I这一点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它不经过service这一层的 这个转发 直接到pod里面去 那更加高效 更加简单直接 在另外的一些 ingress也有比较比较常见 像ingress ngx 这也是在 kubernetes这个组织架构下面的 一个project 那这个东西 其实也可以把它能够充分地用好 和云上面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四层的负载群 和NLB把它结合起来 为大家知道 service里面的类型 我们刚刚提到有nodepod的类型 也有一个nodebalance类型 那nodebalance类型 借助于这个cloud provider 这个实现在AWS上面 它会自动帮我们去 根据我们配置的这个service 上面的一些annotation 等等一些设置 去自动去配置好前面 创建好配置好前面的这个NLB 那这样的话就非常适合 比如说我们要一些 大的并发量 以及需要这个和获展性 或者说我们需要在前段 有一个近台IP地址 我们需要做这种资源的 这种区域的 可用区的这种隔离 以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 长连接TCP长连接的场景 那么甚至是我们需要一些 SS的一个卸载 termination在前端去使用HTTPS 后端使用HTTPS等等 这样一种一些能够利用到 NLB的各种特性的这样子组合 等于是它把NLB 以及ingress NGX它的各种特点 结合在一起来使用 那我们讲了ingress 完了之后会进到进一步 进到内部来 进到这个集群内部 那第一个那就面临的就是service 那service有好几种模式 我刚刚也一直提到有 Morning的class IP模式 no-balance模式 no-pole模式 那其中的no-balance模式 它刚刚也提到一点 就是如果我们把它配置 no-balance模式 它会自动帮我们去 在AWS上面去创建一个 ELB负载均衡器 那里面还可以配置相应的一些 跟genotation配置相应的一些参数等等 可以把云上面的一些 一些相应提供的一些服务 跟它非常好的提升起来 再往里面走 service后面我们就进到这个pod 进到容器里面去 那容器里面也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Kubernetes在设计这个pod 以及相应的网络的这个pod 层面的网络 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要保证所有的pod之间 以及pod跟load之间 所有的这些都是互通互连的 那也有非常多的开源的 CNI的一些实现 有很多各家自己的做的一些实现 那在这个当中 在AWS上面也有一个非常好用的 也是我们托管的这个EKS 这个服务里面默认带的一个 CNI插件 我们身为AWS VPC深刻暗暗插件 这个插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在我们机器内部 所运行的所有的pod 它的IP地址 就是我们在这个VPC内部的一个IP地址 也就意味着这个pod的IP地址 是和我们的集中的这个EC2 这些load是完全一样的IP地址 那也就意味着他们在pod之间 以及pod跟load之间 完全能够互通互连 而且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的一些 overlay的一些设施 来帮他做一些风包解包的一些动作 完全通过VPC这一阵的网络 来转发流量 所以会非常高效 也能够充分利用到 AWS VPC相关的一些功能 来做一些这样的一些集成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也就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意味着是每个pod 在每个节点上会通过每一个load 以及我们EC2上面会有分配给他多块网卡 每块网卡上面会有多个IP地址 那么在这个插件 会自动把这IP地址自动管理 然后分配给各个里面运行的这些pod OK 再往里面走 就是我们讲pod之间 可能需要一些流量的一些管理 那更多的可能是network policy Kubernetes这里面有很多 开源的一些实现 小Catical也好 Tegra等等也好 能够提供非常多的一些功能 我就不多去讲了 再往再进一步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其实Kubernetes本身提供的功能 网络管理的功能其实比较有限 不是太多 因为它我们刚才提到 从ingress开始进到service service在内部互相之间 这个通信等等 它其实是路由规则也比较简单 没有太多复杂的一些路由规则 然后对于流量的管理也比较简单 没有太多的一些策略去管理 从我们刚才说的pod之间的一些 这些让它能够是否能够通信 从安全角度能够控制那些 相互之间能够通信等等一些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些流量管理措施 那实际上在现实当中的需求 可能会非常复杂 比如说我们通常讲到 服务与服务之间要能够通信 那服务多了之后 他们之间有一些通信的一些健康状况 它的一些流量大小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都需要去监控起来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可观察性 我们要知道一个非常清楚的 在一个复杂的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个网络连接情况之上 非常能够容易清楚的 能够容易看到这里面的一些 网络流量的情况 再一个从另外一层一个角度来看 从管理组织管理角度来看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team 有开发团队 有运务团队 那开发团队 我们讲这个微服务 讲究一个小的 一个自我管理 一个小团队 每个小团队 有自己的一个决策前 它可能使用不同的技术站 用Java 用No.js 它会完全不一样 那如何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 有机的结合起来 那就是Service Mesh 所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 所以Service Mesh 是当下非常热门的一个 在微服务领域 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我不过多的去展开去讲述了 那在Service Mesh 如何利用好云原生的一些服务 利用云原生的一些资源 来结合起来的 其实AWS这边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这个App Mesh 它就是一个Service Mesh的一个实现 它的实现 其实实现原理和当下流行的一些Service Mesh的一些实现 其实差不多 比如说Estill 它有自己的管理平面 那底层Satcard是用Envoy来做的 那所以在App Mesh其实也是一样 它的这个DataPlan 数据平面还是利用Envoy来实现的 那只是它HundredPlan是完全不一样 我稍后会提到这个不一样的一些地方 主要是从流量管理来说 其实和开源的一些 Estill Envoy实现的这个Service Mesh 其实差不多它也有一些很多流量管理路由控制的一些东西 这里面的一些功能细节其实也非常多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在GitHub上一个 有一个公开的一个Root Map里面 会讲述里面所有的这些Fedure的一些状态 它是在目前是快要发布了还是已经发布了 这个里面能够看得清楚 或者说我们对这个服务有一些更多的一些需求 我们可以提一些医术提一些医术 提一些这样的一些需求到上面 然后我们的产品团队会看到之后 会去评估这个功能 然后会把它放到我们Fedure Map里面去 我们刚才讲是App Mesh的底层 还是和Service Mesh一样 是以来Envoy来实现 但是在固制平面以及和其他服务的集成 是这个理念是有点不一样的 App Mesh的一个设计理念是说 它把它当作一个应用成的网络流量管理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工具 也就意味着App Mesh不仅仅是为K8S服务 不仅仅是为我们的这个EKS服务 它可以和我们的很多的容器 微服务相关的服务结合起来 甚至可以和传统的我们部署在虚拟机上 部署在EC2上面这个服务结合起来 它能够一套控制平面 可以管理所有部署在这些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形态上面运行的这些微服务的一些应用 另外它还可以和我们这个Cloud Map 也就是我们做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服务发现 这个功能能够很好的结合起来 所以从构枕上讲的话 它的一些主要组件其实和Extile也比较类似 比如说它有最外整有Mesh这种 Mesh代表是整个的它的控制平面 所控制的以及数据平面 所管理的这些组件在一起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范围 是一个Mesh 成为一个Mesh 然后还有一个Vertilnode的一个概念 Vertilnode的简单讲 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某一个 Kibus里面某一个单和的一个Service 提供的一个功能 它里面可能只有一些 除了流量分发以外的其他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加密 它的后端出去的流量管理 进来流量管理 等等这些提供的一些功能 但是它是没有流量分发 也就是说它没有 它不能够集成到多个服务里面 去做这个流量分发的 那要做这个多个后端流量分发的话 那就用到这个Vertilnode 以及它的相应的这个Rodes 这些东西把它结合起来来使用 那在这个上面 在封装了一层Vertil Service Vertil Service可以是 它有一个provider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可以把利用Vertilnode 或者Vertilnode 这两者二选一来提供这个服务 所以我们在Service内部 在应用程序内部去连接 去调用一个服务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调用这个Vertil Service 就可以了 OK 除了这一个之外 所以我们其实有 这里画的一张图是一个 我们通常去用 使用这个Service Mesh 去管理这些集群 我们在强调上 可能是只能够去 比如说EaseDial 它更多的是为KPS来做提升的 那其实FMesh 可以跨集群去管理多套 部署在不同平台上面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我们的容器 如果是部署在ECS上面 或者是部署在我们多管的KPS EKS上面 或者是我们运进在我们这个 Service的容器平台 Fargate上面 这些所有的这些应用程序 都能够在同一个Mesh之内进行管理 也就是说 它们之间可以去相互调用 并且能够享受到Service Mesh 所提供的这一项意思 这样一个抽象能力 我不用再去管理 对方的服务在哪里 对方我们的服务之间 怎么去路由 怎么去分发 是否需要应用程序 是不需要再去管理 等等这样一些繁琐的一些事情 只需要在Service Mesh之内 能够认识到有这个服务存在就可以了 至于它运行在哪里 我们不太好 所以这一层东西 所有的这些实践 除了Service Mesh以外 还有我们这ColorMap 也就是这个服务发现这些功能 通过这些App Mesh本身的 这个里面的这个SideCart这个功能 帮我们把这些服务去注册到一个统一的一个资源管理中心里面去 这个注册中心里面去 那其他的服务就自动能够发现这些服务的存在 能够自动路由过去 然后还有右下角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Xray的一个服务 因为我们前面通常讲到了 通常微服务其实非常复杂里面的管理 它的依赖关系非常非常多 那如何去做这些分布式系统当中的整个流量的一些监控一些管理 我们能够看得到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流量的一些流向从哪里 从哪些服务之间流向它的比例是多少 它是否健康等等需要一个overview的一个概念 需要这么一个一个很详细的 能够同时能够钻到里面去看到很详细的 所谓的这些服务调用的一些情况等等 那这就是Xray所提供的一个分布式跟踪的一个功能 这些Xray的使用其实非常简单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App Mesh ColorMap 以及Xray相应的提供的一些SDK的一些功能 把它集成到里面就能够能够很好的 能够在我们的Xray里面能够看得到这些服务之间的一些 作用复杂这些调用关系 以及它们的健康状况等等 OK 时间有限 所以我这里面的话讲的东西其实差不太多 今天后面还有大概有几分钟时间 我就给大家去演示一下一个刚才讲到的这个化极型 利用App Mesh去管理化极型的一个一套一些服务 这个主要的一个架构是这样 这样一个应用程序我们叫HanoTanner这么一个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调用它的接口能够返回不同的一些颜色 返回来 那最前面我们有一个Vault node放在这里 它是一个Gateway 我们的所有的接口都是通过这里进来 那完了之后呢 那后面是一个Vault Service 它的Backend 它的Provider是一个Router Router也就意味着它有分发能力 那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常见的需要进行一些版本迭代时候 或者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灰头发布的时候 所需要的一些功能 就是说在最早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有一个CounterTanner的一个实现 它反馈只是白颜色这一种 那后面我们又加了一种 比如说我们加了一个蓝色进去 我们最后又加了一个黑色进去 这是不同的后端的一些服务实现 那所有这些东西对于应用程序 对于这个前端的调用方来说 它都是透明的 它不知道后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也不需要去我们去配置 对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通过这个Vault Service 以及它相应的Vault Router来实现的 那么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个迭代一个升级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想把这个黑色 这个后端的服务给它替换掉 替换成一个红色的 这并且我们想我们左边的所有这些服务 都是在我们这EKS 就Alapse托管的K8S这个服务上面来实现的 突然我说我们想把它放到Fargate上面 在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机器里面去 把它给部署起来 并且把它加入到这个Mesh里面去 让前面的流量能够透明的不做任何改动的 能够调用到后端的这个新的这个服务上面去 好 我就退出来这个presentation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demo一下这个情况 简单的讲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需要是创建一个EKS的集群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左边的这个集群 这个集群的话 我在刚刚开始这个demo之前 这个presentation之前 我已经创建好了 因为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在这里 这个已经好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会去给大家稍微看眼 这个EKS cluster的一个情况 就是里面的东西比较简单 除了配置一些必要的一些网络subnet等等之外 我们还加了一些插件这样的东西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需要appmash的一些权限 这些东西其实都跟权限相关 因为它要跟appmash去集成 要跟xray去集成 这些东西都会 它额外加了一些权限进去 加到这些这些worknotes上面去 有了这些之后呢 我们这还只是一个 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EKS的一个集群里面 什么都没有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给它 安装一些相应的appmash相关的 HongDuner以及Sitecar Injector 只有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才能够让它能够 后面去把我们部署的应用程序 能够自动去注入一些 InvoidSitecar进去 然后HongDuner也能够控制好 这些流量跟appmash这个hongDuner集成起来 OK 这个顺便说一下 也是这一个是用CAM来安装 那么那里面 这个也是利用我们刚刚发布 在GitHub上发布的一个chart library里面有 EKS相关的一些chart 目前的话内容还不是很多 后面还有更多的一些chart加进去 OK 我们把这个安装一下 OK 这个还是还是比较快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安装的情况是怎么样了 这个是namespace是appmash System 看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些appmash的相关组件是怎么样的 这里面看这个很猪了 还没有ready 还差了 还有一个container没有起起来 稍等一下 OK 现在已经是都在running状态 OK 这里面我们需要的东西差不多好了 然后我们就安装一个应用程序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所说的那个handle tenor 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里面 有一些service在里面 可以把sdcservice在里面 然后把这个安装好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安装应该也很快 我们看一下它的状态 它的service的状态 OK OK 这个时候我们这些handle gateway 我们刚才提到 它是在最显端的 所以我把它service设置成了load balance类型 然后它就有一个yearby yearby的一个外访问的一个地址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可能还要稍微等一会 我们看看它有没有ready好 看能不能访问 OK 还没有好 这一个它分配的一个新的运营还不能够解析 我们稍等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在第一步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左边的这些eks里面部署的一些东西 我们再来说一下 看一下右边需要部署的一些东西 叫fargate上面部署的一些东西 我们回到这个界面上面 那fargate上面需要部署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新的一个service 也是一个返回一个红色的一个service 它结果会返回红色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怎么去安装这一个service 然后我们再回来再等那个右边那个service好的 同时我们看一下左边是否ready 还没好 可能还要稍微再等一会儿 在这个时间我稍微说一下 就是刚才我们没有说到是我们的左边那个应用审讯里面 到底部署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叫hallow.yaml里面 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挺简单 它有一些CRD一些自定义的一些资源 也就是我们那个houndjourner 它会解释去把这些CRD的一些资源 能够翻译成相应的去自动去创建Mesh 像一些资源 所以我们有Mesh 有Vert node等等 会有会有Verture Service 像这个Verture Service里面 我们定义的它的targets 不同的targets OK 然后呢是后面的相应的一些deployment 以及service 这些KBIS自带的一些必须的一些资源 我们看这个好了没有 OK 这边已经好了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的返回的话是返回的不同的颜色 我们看一下是这样一个 我们用watch不停的去去curd掉这个curd命令 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OK 也就是说它现在是会返回的 是三种颜色 black blue white 三种颜色 然后这里面是一个统计 它把所有历史的调用的分布 大概都统计 这里样本数量有限 所以还不能够看得出来 它们是一个平均分布的一个情况 如果调用次数多了之后 它们基本上是返回的次数 每次 它们是均匀分布的 这种黑色 蓝色 白色 三种颜色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右边的 这一个ecs的调用情况 OK 还没有好 然后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服务 也就是说 我们期望的一些 稍等 我们期望的一些功能 就是我们appmash 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做 没有手动去创建 就是我们的 好像就能帮我创建 我们看它创建好了 没有 这个时候其实是创建好了 它有一个appmash在这里 还有virtuservice 有virtload等等 这些virtload我们能够看得到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不同的颜色的一些后端 在这里 那么 这一个好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ecs 我看还有没有好 还没有好 OK 可能还有点时间 没关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说到就是我们需要的是在这些 很多的微服务之间能够有一个很清晰的 他们之间的一个调用关系 我们需要一个分布式追踪 我们就是它集成的是这个x-ray 那么x-ray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很清晰 就是前端是我们的gateway gateway的话 因为我们每一个service里面都有一个virtload 跟它相对应 所以这个前面有个叫proxy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是里面的一个set card代表 这个是它真正的这个服务后端 那么这个完了之后它有三条路径 第一条是分别通向白色蓝色以及黑色等等这些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OK 这个有点稍微有点慢 OK好像是好了 好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我们刚才说的是我把这边推出来 我们看一下getvirtual service 然后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去修改virtual service里面的后端这个路由 也就是这个virtual service 我们有一个我们找到这个nag这一部分 OK在这里 这部分我们要把它改掉 因为我们刚才的那个 要加进去的一个新的服务叫红色 right OK 改完了之后我们直接保存 什么都不用做 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个subsmash里面的这个路由 是不是帮我们改掉了 我们希望的是 OK已经帮我们改掉 它已经是蓝色 第一个默认是白色 没有写出来 它是白色 蓝色以及红色 这个已经改掉了 然后我们最后来验证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改掉了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来看一下 刚才的那个颜色返回是什么 我把它清掉一下 也就那个统计信息能够清掉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watch一下 OK 我们看到了就是这里面 其实已经没有黑色了 我们把k色替换成红色 所以它每次返回来 就是变成了这新的 这新的这种三种颜色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是 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是xray里面 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 我们把这个时间调到最近 稍微有一点 有一点点慢 OK 这里面已经有一个新的Red service进来 但是它还没有连接起来 这里应该还没有抓到最新的数据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OK 这边还在更新 还在不同的去发送这些请求 OK 我们看到已经连接起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有一个红色的Red service 在这里面出现 然后这里面会多了一个 没有多 没有多是正常 OK 就是它现在是变 后端的三种颜色 是变成的白色 黑色 白色 蓝色 以及红色 这就是我们刚刚把那个路由自动给替换掉 OK 那好 我时间也差不多 我的demo就 就差不多到这里 然后 后续的时间 OK 这边谢谢 沃利的很精彩的演讲 特别的演示的部分 现在我们会到这个大问的那个环节 大家可以在那个Q&A的那个按针里面 把你们感兴趣的问题提起来 那么我们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以下 尽量来回答 好 我们现在开始那个大问的环节了 这边大问的方式可能你是按证据以后的 需要把你们的那个感兴趣的问题 就是需要写进去 OK 这边有一个提到就是有关PPT的 这是今天的我们的那个录像还有那个演讲的材料 往后我们会上线的 所以这边可以放心 我们会提供律项 还有那个PPT 在我们的那个CNCF的网站 另外也会在CNCF的微信也会提供的 我们的那个CNCF的微信也会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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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还有其他问题吗 大家 我们的那个CNCF的微信也会提供的 这里有提问 讲后哪一部分涉及到的CICD 这里是这样 我没有直接去demo这个CICD这一部分 但是我们讲到的是后面的一个手 其实我是手动去演示了一下这个过程 因为时间有限 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最后的demo环节 我们把这个黑色的这个service 替换这个红色的一个service 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为它更清楚的去展示出来 所以都是手动去操作 其实也会有很方便的去把它集成起来 利用一些自动化的一些工具 API调用等等一些 一些CICD的工具 这里面我们有直接去演示CICD的内容 因为时间有限了 还有其他问题吗 这边有另外一条问题就是 AppMesh为什么选择nvoi 其实我看到后面的两个问题都是 跟这个有关的 一个是说后端采用的是什么 一个是AppMesh为什么选择nvoi 因为是这样 就是nvoi相对来说的话 比较成熟一点吧 然后它更多的是在DataPlan里面 去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在我们最早去开发这个产品 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 也做过了很多的一些考虑 那么更多的是在CtrlPlan里面 因为AWS我们的设计理念 这个ServiceMesh的设计理念 是为了去覆盖到更多的 除了KBS以外的其他的所谓的一些服务 在应用程的一些服务 nvoi相对来说 也比较还比较成熟一些 那么nvoi是这样 我们目前的话 有做过一些小的一些修改 但是如果你去看我们的 那个rootmap 那个公开的rootmap的话 我们后续会把nvoi 就是相关的一些 和AWS相关的一些特性东西 都做成插件形式 然后会有一些修改 会贡献的上运 也就意味着我们后面会 完全去拥抱 完全去使用这个upstream 上游的这个nvoi 在性能上面 nvoi是有一个相关的问题 在性能上面 nvoi是不是做了特别的一个处理 据我所知 应该是目前是没有 因为后面我们的策略 包括我们的托管的KBS EKS也是一样的情况 就是nvoi这边的话 我刚刚提到了 我们现在做了一点点修改 是为了和AWS去集成 后面更多的是利用 开源的上游的这个nvoi 所以后面也是同样的 如果我们会要去做一些增强 要去做一些特别的一些处理 这些东西 一定是先把它贡献到上游去 然后再把它拿回来 放到这里面来 这是我们的一个 container相关的一些服务的一些 一些策略 所以目前的话 据我所了解的话 你提到这关性能方面 应该是没有做特别的一些处理 据我所了解 如果你想去需要这方面 去更多的一些功能 或者需要有这个需求的话 我建议可以到我们的 刚才那个提到的 或者你直接搜搜索 也会在GitHub上面 有个AppMesh的roadmap 这是官方维护的一个roadmap 在上面 一个公开的roadmap 会到上面去提一些问题 提一些需求 到上面去 OK 还有一个顺便问一下 之前有提到开那个插件 能大概介绍一下功能和使用的场景吗 实际上因为开那个的功能 其实它本身也可以当ThinEye来使用 然后它也能够提供 Network Policy的一些功能 就目前来说 因为我们的AWS这个VPC-CNi的话 没有自己提供这一个 Network Policy的一个功能 那Network Policy是在 也在roadmap里面 这个同样可以说 我们公开的这个 container的roadmap上面 在KidHub上能够搜得到 这是我们身为下一代的CNi里面做的事情 那回到这个开那个插件本身 它更多的是说 除了这个CNi本身的功能之外 还可以利用 单独利用它的那个Network Policy 所以我刚才那个举到这个例子里面 其实CNi本身还是用的AWS这个VPC-CNi 那么利用它是来做这个Network Policy的一个管理 OK 还有两三分钟时间 好吧 要是没有新的问题 我们今天的那个回答的那个环节也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那个参与 我们几次的那个网络研头会的那个录像 还有那个PPT的会在网线的时间会上线 在我们CNCF的网站还有CNCF的微信号 另外也期待大家可以也积极的参与未来的我们CNCF的那个网络研头会 可以在里面跟你们见面 也祝大家可以也们在而归 Hey Kim We finished We can stop the recording Thanks Hey 谢谢大家